千庄海山里早期有一条养猪大街号称猪歌像 里长同满金表示 有民众不收发就在这个地方乱丢垃圾 担心变成环境张乱死角 所以里长则是向陈科明议员服务处反应之后 终于排除了万难 重新将这条养猪大街改造完成 而里长还特地邀请了陈科明议员实地走访 共同分享了社区美化的成果 美丽的花槽还有这棵芒果树的陪衬之下 将阵地不到十平大的活动小平台 现在已经成为了新庄海山联名和长者们的休闲空间 同满金里长携同新北市议员陈科明到场 共同分享绿美化成果 很感谢议员这段时间 大家到三天才有法做这个建议 在这个环境当中 之前是一个租设 那经由同满金里长 对于我的一个建议 希望我能够把这个环境打造得更好 那一听之下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我科明就全力以赴的跟我们同满金里长 共同的来配合 共同的来打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小公园 位在新庄陆六四九巷一带 早期是养猪大街 因此又有猪哥巷的封号之称 里长表示 因为留下来的空间没人管理 也让不守法民众乱丢垃圾 担心变成环境张乱使脚 所以里长折向陈科明议员博触反应之后 终于排除万难 重新将猪哥巷改造完成 不仅美化社区 而且也实现了里长多年来的愿望 陈英元实地走访整治完成的猪哥巷并表示 透过里长和他一起努力 眼前的陈国会说话 尤其看到长者们有地方休闲 陈科明用开心两个字形容 倍感贴切 现在来到这个场所 感受到非常的棒 再也不会有闻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那有看到这些年长能够在这边坐坐 能够来这边看看 而且又能够休息 这是我科明感到非常开心的一个地方 原本没人敢接近的这条养猪大街 如今在议员和里长共同打招之下 摇身一变成为提供邻里最佳的休闲空间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